接着来看到花莲市第一选区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花莲市民代表美轮选区的候选人谢怡萱 两日23号一早是来到了美轮市场 向乡亲们一一肯脱 那么谢国荣就表示 他和市民代表谢怡萱 投入相当多的地方建设在美轮地区 解决了烟水问题 增设白灯塔公园老人休闲器材 也恳请乡亲再次的力挺支持 是他们两人要为大家服务 在高喊动算口号之后 花莲市第一选区先议员候选人谢国荣 市民代表美轮选区候选人谢怡萱 在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来到美轮市场来拜票 而这次谢国荣也介绍自己的团队 来向市民来肯脱 今天我们来到美轮市场来拜票 带着所有的我们谢怡萱 谢代表跟我们总管事 董总贤 还有所有我们福祉公的义领们 跟我们那个黎新市民心理 黎新市黎里长 还有我黄村局黄里长 来美轮市场拜票 希望所有的乡亲们 能多多的支持 让我第九届人到花莲先议会去 让人得最高票来服务乡亲 谢光表示他和市民代表候选人谢怡萱 同入相当多的建设经费 来改善这里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向乡亲说明建设的内容 包括所有的学校的部分 包括花刀路以前会淹水 现在也都是我们帮他姐姐改善掉了 这个都是我们这十几年来 对美轮地区的贡献 然后现在的住享国小的乒乓球队 包括美轮国中的乒乓球队 都是我跟谢怡萱的经费 可以益住下去 让小朋友有一个好的活动空间 这是我们这几年对美轮地区的贡献 尤其是花莲市老人会 跟我们的福祉工 我们福祉工现在在我们美轮地区 花莲市地区 也是很有名的福祉工 还有我们的花莲市老人会 最近这几年来我们 总理市长确认之下 把这个会晤各方面的 都有条有理 让我们花莲市老人会 现在会员越来越多了 拜托各位 也要全力以赴 不然这次的选举很危急 希望花莲市的相信 拜托拜托 谢谢 知识则表示 市民反映给谢国荣谢宇仙 地方的需求 的话不说就马上处理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效率 谢宇仙跟谢宇仙 他在公园 你看我们运动器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跟他说一句他二话不说 都用他们工程碗 马上来做给我们这 这婆婆妈妈运动 大家都很高兴这样子 所以说一定要支持 谢国荣 谢宇仙 谢宇仙 谢宇仙表示 美轮地区有6到7层 是公教人员 可以说是市中区的文教区 而这次选情是相当的紧绷 也恳请乡亲支持他 另外 先言进行总部 即将在10月29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 在重庆路 日出乡亲大道路口来成立 也欢迎支持他的乡亲 前来共上圣局 来为他交易打气 11月26号 票头9号谢国荣 记得转移还吃不到